欢迎大家继续来到 中伊克蔡新闻的节目现场 在这次的总统选举当中 怎么样选出一位国家领导人 而一位政治人物 他怎么自我培养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层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台湾的 选举的口水战当中 恐怕很难厘清 所以我们找到了一本书 帮各位来探索 这一位从基层的 一位内阁的阁员 一要成为法国总统 而且变成世界的领袖明星的 马克宏是怎么样形成的 今天就为各位介绍 这本《变革的力量》 由时报出版社所出版的 马克宏本人亲笔写的传记 也非常谢谢来到我们现场的 时报文化的董事长赵振明 赵董事长来到节目当中 振明早 好久不见 是 好久不见了 这本书非常非常好看 我们特别在总统选举的 这个过程当中提供给大家 主要是看一个总统的 这个阶级的政治人物 他是怎么样从人生的成长当中 自我期许而一要成为一位传奇人物的 首先要请教你《变革的力量》这本书是马克宏自己亲笔 我猜其实因为他整个宣传出来 作者都是他 然后他也号称是他自己写 我相信应该有幕僚帮他 那这是完全是一本选举书 当年就是三年前他来选法国总统的时候 所以他提出来的等于是政见 然后这个书呢 有感性的一面 有理性的一面 然后把自己介绍给法国人 然后把他想要带领的法国 告诉大家他觉得应该法国应该是什么样 然后怎么样的预言情 所以他其实完完全全是一本选举书 这就是马克宏是如何变成今天的 这个法国的一位传奇的最年轻的总统 事实上他的这个在选举当中 他怎么样成为今天的他 在Netflix上也有一部纪录片 对不对 而且他们当时是非常有计划的在拍纪录片 有没有 那所以这本书也是这个一个设计出来的 一个选举战略上的对选民的诉求 我觉得应该可以这么说 只是说这样的选举书呢 跟台湾看到或者很多地方只强调政见 为什么不太一样 什么都不一样 我觉得他一起有理性的部分 有感性的部分 他把自己破白的很清楚 39岁当上法国这么有历史悠久的 一个国家的总统 其实法国人也不是好骗的 对 所以他其实透过这本书 透过他的真诚的表示 所以现在的说法师他进拿破仑之后 是最年轻的 对 澳洲领袖 当然可以 可是前阵子奋兰选出了一个30岁的女性总理 他又变破眼镜 他们这个是总统 是啊 总统长制更不一样 总统是全国一个一个选出来的嘛 对不对 那这本变革的力量 他原来是法文版 对 那时报出版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这本书 而且你们是在他选后 当选之后才出版的 其实坦白讲 当时他出来选的时候 我们大家全世界也没有太注意 然后法文书来台湾的比例其实非常少 比较少 对 因为台湾的法文译者也不是太强 那坦白讲我其实是在去年的北京书展看到这本书 换句话说 今天李治版他先出了 然后我看到这本书以后 我觉得他还是有很有激励的作用 他提出的一些想法其实还是很适合台湾人多了解 那我就去跟这个法国这个出版社这边接触 去跟他们接触 然后我们并不是从简体字版翻成中文 我们是直接从法文版来翻译 所以这本书 译者其实做了非常多的功课 这个书里头有九十几个译著 就是来特别来说明 比如说法国大革命 也许台湾的读者并不是那么了解 然后他做了一些译著 每一个部分他去做了一些很好的补充 然后所以这本书其实很好读 他原文其实就是写得很好 非常的 然后翻译的其实也非常的好 非常的白话 然后就像他的故事一样 一开始从他的这个小时候 从他的八卦开始谈起 然后他也讲他自己 然后后来讲他一个一个的理念 他也没有回避他跟他的年长的这个 大他那么多的太太之间那一段感情 不过看起来 他是用非常这个坦率的方式来跟法国的选民 来做一个自我的描绘 那为什么这个变革的力量这本书 会让他成为总统 这本书是有在他的选举的过程当中 发挥到很大的作用吗 我不太确定他到底发挥到多少的作用 可是他其实就是透过这本书让大家认识他 其实国际很多领袖 欧巴马也好 川普也好 都是在选举的时候会出一本书 然后就来介绍他自己 因为书的好处是他其实会有比较长的篇幅 让选民也好或什么更深刻的了解自己 而且他是记录在案的白纸黑字 将来如果做任何的事情会被检验 那我请教一下郑明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时报文化的出版公司的董事长 赵正明先生告诉我们 你觉得台湾的读者为什么要看变革的力量这本书 我觉得这个是 第一个是说我觉得他其实是有激励作用 就是说一个年轻人他怎么去定位自己 定位他所干的徒弟 在台湾不到40岁不能选总统 对耶 我觉得可以修改一下 前提很多人看了 哇那人家还不到40岁就可以选总统 台湾要先改变我们的宪法的规定 你往20年前看 大企业的老板也很少是年轻人 可是你现在回头去看全世界的大企业 很多都是年轻人就已经盖上 很多很重要的企业全部来讲的CEO或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要相信年轻人 这是一个年轻人的世代 因为世界变成不太一样 OK好 所以其实回过头来看 他当时怎么样去让介绍自己 让整个法国民 他在选举的时候发现多少力量 不太知道 可是因为他讲得非常清楚 然后坦白讲 那个要当要选总统的人 什么东西都是被曝光在外面 与其让人家来揭八卦看什么 不如自己端出一个东西让人家看 其实他们是很有计划的 在为自己的形象 为自己的选举做铺陈 那究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所描述的他跟后来 他现在已经当选了有一段时间了 他所碰到的挑战也很严重 最近他们法国还在为了税的问题 在做地铁大罢工 而且一阵子还有黄山君 他现在的马克宏现在在法国的民调 是有在下降吗 下降很多 OK好 第一个是说 其实他现在当选之后的两个大事件 一个是黄山君 黄山君其实是有点恐怖的 上瀉大道 凯旋门 高速公路交流到入口 全部放火 可以中火 砸商店等等 黄美兴最主要是因为他的 燃油税的改革 就他希望调高汽油的这个税负 那这个其实如果你看这本书里头 可以看出他原来其实是这样的方向的在主张 他要实践他的证据 他实践他的改革 可是对于很多小老百姓来讲 因为收入已经不易了 他其实又要增加很多的税收的支出 所以他其实是没有办法的 那所以其实大家就起来改革 前没多久 前几个礼拜 在法国的运输工人大罢工 是全国性的大罢工 法国的铁路工人在所有 其实欧洲的铁路工会都是非常强悍的 他们其实非常强 可是你可以看到他其实法国 这个书里头也有提到 法国的年改 退休金的改革制度 是在全国因的职业 因的不同的产业 它有四十几种 你很难想象那种因人而异 因产业而异的那种状况 然后铁路工人享受的是比较优渥的 这个年改制度 他们五十几岁就可以退休了 然后可以享受很好的福利 别人好很多 所以这个马克宏的意见是说 有没有可能把它拉成 大家全国比较一致 可是这种改革 当然就面临到天大的冲击 而且他们铁路工人非常强悍 不过他有非常强大的意志力 当然他的第一章就讲 我是谁 我所相信的 我们是谁 他的每一章的铺陈 其实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节奏 那看起来其实马克宏是一个 从小就阅读的人 他被教育要有思想 而且他被教育要有自信 要有尊严 然后很有收敛的骄傲感 我觉得跟他家庭还是很有关系 他的家庭 他的母亲 他非常受他的家族的影响 他是一个医生世家 对 爸爸妈妈妈其实都牙医 是一个精英家族 完全是一个精英家族 那我看完之后 我觉得像这样的人 他其实就是强烈的胜利组 没有错 可是他其实受他祖母的影响很大 对 他跟他祖母比较长的时间在一起 我看得非常感动 然后有人会觉得说 给他年长的祖母 对他的影响这么大 然后有人就说 因为他选择了他的老婆 是不是跟他 出乎有关 但这纯实裁则 对对 但是我看到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感觉 是不是因为他从小被祖母带大 他是隔代教养 但是祖母对他的思想的成型 跟人生的这种凝聚信仰 是怎么样有影响的 我们等一下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来请教一下赵正明董事长 就说马克宏这个人很奇怪 他不是一般的正常的 像他这样子的年轻的男性 像这样的人我觉得太少了 他会娶一个大他 二十四岁的一位太太 而且他在书里面还写到 他跟这个太太的孩子 跟孙子之间都还非常和乐 非常和谐 他跟现在这个太太 是他在读中学的时候 中学老师 老师 然后就一往情深 世生念 都没有变过 光这个事情就已经够稀奇的 到底法国的媒体怎么看待 那一开始他觉得眼睛张大 就会把焦点捉摸在他的太太身上 但是他很成功的 他的太太跟他在当选之后 很成功的让这位 香榭丽社工的女主人 不成为被八卦讨论的重点 应该是这样吧 对 没有错 这是什么样的背景 是因为法国的媒体 法国人民的文化吗 换句话讲 像马克宏这样的一个人 他可能在别的国家 他不会出现 不容易 不容易 完全不容易 所以呢 对我来讲 我看到的是一个奇迹 可是呢 他的对生命力的这种 这个强烈的探索 以及其实 他在成为一位政治人物之前 他有非常多的导师 对不对 像这些才是重点 就是有很多政治人物 他突然变成素人的 这个一位候选人 然后成为明星 在台湾也有 可是为什么 当他成为政治人物的 一个明星领袖的时候 甚至于他很可能 会拿到高位的时候 他为什么会突然变成 气球一样被戳破呢 这是我的感想 我不知道证明怎么想 就是 其实他们没有准备好 对 马克宏的问题就是 我讲一句书 以至于我个人的看法 就他不是草包 马上回来 好 这个法国总统 马克宏他在选举的时候 自己主导写了一本书 叫《变革的力量》 这本书呢 时报出版社出版了 那马克宏的传奇 是怎么造成的呢 跟他从小的家庭教育 跟他的自我学习成长 跟他的信念是有关的 那像马克宏这样的人 可不可以复制呢 我觉得从马克宏的身上 我看到了一个就是 一个政治人物 像泡泡一样的起来 他像传奇一样的 变成这个世界所瞩目的 世界级领袖 他怎么样经得起检验 跟他过去的自我锤炼 还有他的思想的 这个形成的过程 是有关的 他是有厚度的 对不对 他是一个经营家庭长大的 完全是一个经营家庭 奶奶教他历史地理 然后特别教他要阅读 所以他其实从小跟奶奶身边 就是喜欢阅读 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就觉得出版界应该 很有希望 可能是在法国 我们喜欢写书的 喜欢这个看书的 这个对于所有教育小孩的 这个妈妈来讲是很重要的 其实真的要独立小孩阅读 因为阅读才会带来思考 文字 会带来思考 阅读是一个主动性的吸收知识 因为你看电视 看影片是被牵着走 所以阅读这件事情 其实是一个 人生非常重要的习惯 他有没有说明 为什么是他的祖母 陪伴着他 在这个知识的领域当中的成长 因为他爸妈太忙了 他应该是太忙 因为医生家庭 所以其实 梳里头没有特别交代说 为什么是祖母带大 可是其实就是在 法国比较向下的地方 然后真的是 其实是隔代教养这样起来 然后他就上了学校 他家的兄弟姐妹都非常厉害 也是医生 只有他没有做医生 只有他不是 他的家族其实还 他妈妈也期待他当医生 然后他就不好好念书 他从小喜欢思考 从小喜欢思考 然后他就爱上了他的中学老师 中学老师是叫戏剧 他跟他中学老师的女儿是同一班 所以是同学 然后他就爱上这个同学的妈妈 就是他的老师 然后后来被马克宏的妈妈发现 就觉得很严重 因为中学生嘛 未成年嘛 然后小孩子嘛 然后他就去跟这个老师 就去跟马克宏后来 未来的老婆讨论 说你可不可以离开我孩子 然后他妈妈就 他老师当然是那个 可是妈妈就做了一个手段 把这小孩转走 对 转学 转学到巴黎来念书 这样子 然后当他 他家算是有钱的家 有钱人 有钱人 所以当他离开他老师的时候 他略下了一句话 他跟他老师说 等我长大 我一定会回来娶你 你看这个小孩子 觉得很奇特 就像童话故事里面的亲切 而且那个老师现在已经 那个时候已经生了 已经生了有小孩 那是已婚状态 已婚 那时候老师是已婚状态 24岁 他才读中学耶 他才读中学 才15、6岁 然后他老师已经快40岁 可是通常这个故事 就会在这里就结束了 对 大部分都会结束了 就没有了嘛 就应该没有 他就回来啊 他被转到巴黎去读书 然后呢 然后他其实不是太认真念书的小孩 所以他到其实在巴黎的大学 其实他学历没有很棒 不是很棒的大学 然后他走了政治学院这条路 然后他后来取 但是他是巴黎政治学院 所训练出来的一位 专业政治人物 算是政治人物 然后他回来以后 后来他跟他老婆 老婆离婚了 然后他 他娶了他老婆 娶了他老婆 那他家族呢 他妈妈没把他赶走啊 里面好像没有写到 没有写到这一段 他自己这一段 绝对其实还是家族 但他已经成年了嘛 法国其实还是会尊重小孩的 就成年人的 各式 欧美国家其实都是这样 你20岁以后 你是你的事情了啦 其实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要跟他老婆结婚的时候 是一个一个说服他的小孩 老婆的小孩 对老婆小孩也反对 那么老婆的女儿是他同学 是他同学 所以他一个一个说服 所以他现在跟他老婆 没有要生小孩 可是他其实有几个小孩 有几个孙子了 他现在39岁42岁 他39岁就有孙子了 我看到这一段 还觉得 这个男生 真的是一个大奇迹 所以他是一个巴黎 训练出来的政治精英 是一个精英家庭 其实在台湾 要精英家庭 其实要露脸 其实都 但也有 可是其实会有一些包袱 可是你看 这个我不知道证明 这个怎么看 马克宏 我看你们的这本书的感动 是说阅读跟这个学校的训练 是可以培养出一个专业的政治人物的 因为他读的那个政治学院 对他来讲 也是有所帮助的 而且他中间还有很多他所崇拜的恩师 对不对 他有一些思想家的这个老师 那看起来他的成长过程里面 一直是一直是 他有点像是客制化的一个 一个总统一样 可是他又很传奇 很传奇 因为法国很久没有这样子 39岁 法国哪那么好骗 39岁 然后应该是这样讲 阅读这件事情 带给每一个人成长过程中 非常必要的一个元素 你说像拿破仑 他是靠打仗 打仗打下来 他很会打仗 他是将军 然后阅读可以带给每一个人 很好的成长 然后政治人物 其实更需要阅读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然后需要有思想的朋友 交换意见 交换意见 然后他还有很多学习方法 因为政治学院让他们 培养出好的这个 政治领导的管理能力 对 以前我们跑新闻 然后就知道企业 台塑企业老板 王永庆 没念什么书 可是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他每个月请专家学者吃饭 对 然后台塑这个 他自己的餐厅里头吃饭 那时候不谈有机 或者在顶楼上种的蔬菜 然后做菜给大家吃 台塑的牛小排 就这样跑出来的 然后他就请教这些专家的意见 好 但变革的力量 他在全世界各地的回想是怎样 我的意思就是说 马克宏 他当选之后 当然世界瞩目 这个川普 还有这个英国 英国当然我们换了 从梅伊到这个 现在的Johnson 都有不同的这个政治领导人 可是大家怎么看待他 怎么看待他的后续 尤其是现在英国要脱欧了 英国脱欧之后 德国的梅克尔夫人任期 已经到了这个最长了 而且梅克尔夫人看起来 也已经进入了他的 可能退休的年纪 那在全世界的重要国家里面 似乎马克宏会变成 后起之秀嘛 不过要看他在 法国境内 究竟能不能维持他一定的能量 那他有挑战者嘛 那变革的力量 里面所说的像马克宏 这样一位精英人物 他有一个好的家庭 他有祖母 各位 祖母很重要 然后他有恩师 有一些这个 非常好的思想家 然后他有一些 他自己的理念 他里面提到了 尤其是最后一张 我觉得他提到了 就是怎么样掌握命运 然后对法国的期望 然后重建欧洲 主权在民 他还是一个 宏观的想法 对好 这个宏观想法又是如何呢 看这种选举的选举书 我实在觉得 跑我们台湾的选举 真的好累 我们台湾选举都在口水里面 喷来喷去的 立刻回来 好 马克宏呢 他的这本变革的力量 是时报出版社所出版 这本书呢 讲的是一个 这个 今年他已经四十几岁了 是 他在39岁的时候 当选了这个法国的总统 变成世界传奇 他比那个甘乃迪 这个当年当选总统还年轻 对不对 在美国的时候 然后他的成长的历史 他写成了一本书 所以换句话讲 看这本书会了解 他是怎么茁壮的 那我请教一下证明 在他的描述当中 他从小就以当总统 作为志向吗 好像没有特别这样讲 对 然后可是他其实是从政 他就喜欢 因为他进入了政治体系 他当过部长 他当过资讯通讯的部长 然后他从一个地方的小官员开始 他也当过外交官 法国派外的这个 法属的殖民地的外交官 然后他当过部长 他进了投资银行上班过一段时间 所以他其实企业有待短暂的时间 因为他才39岁嘛 然后也当过官 然后他其实背叛他的领导欧兰德 出来选总统 法国 是社会民主党 对 他其实他成立了一个前进共和党 对 然后其实是在法国左右摇摆之间 法国是一个多么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国 然后就摆在 这样在要挤右还是要挤左 要挤右还是要挤左 所以他其实有点 因为右边 往右边里头又有最右的 飞一点一点右的 往左里头又有很左的 一点点左的 然后马克王就摆在中间 其实他还是有点偏右 然后其实是背叛了他原来的笼统 然后他出来组了一个新的党 你觉得欧兰德没有太帅啊 也没有他年轻 好狠哦 然后他其实就是 才成立了政党一年 对 其实这个党就是为了这个选举 对 下来的 然后就这样当选了 他也承认了 他也承认了 然后就这样下来 所以对欧兰德来讲 他这是一个叛徒 对 他其实是背叛那个 可是法国人为什么会选择一个这种年轻小伙子 然后是一个新的政党 然后把 因为法国其实是有一点 闷在那个地方 这个古国已经觉得自己 他觉得他失去了他的世界地位 他世界第五大国 然后过去有拿破仑的荣耀 对不对 然后其实他前一阵子 几年前 三五年前 恐攻很严重 死了上百人 伊斯兰的问题 等等 然后在欧洲里头 现在领袖是德国 所以欧洲他又窜不出来 全世界是以美国为主要的势力 那这个法国的地位到底在哪里 那法国经济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政治上找不到一个舞台 经济上找不到一个依托 然后人民就卡在中间这样摆来摆去 所以就把票投给这个年轻人 不也跟他们近年来的总统 其实没有一个很大的格局是有关的 就没有做得很好 坦白讲没有做得很好 他们只是在政党之间 法国人这个被迫 在政党之间选择政党领袖 然后又没有非常的杰出 大概他们已经闷了大概有十年的时间了吧 有 我觉得这本书对他的选举 有一个很大的作用是说 让这个年轻人 让大家相信他准备好了 所以这本书其实你看了他 他在选前的时候出的 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年轻人真的有准备 他头头是头的把政兼讲了一清二楚 在他的这个纪录片里面 其实他的所有的竞选活动 他的太太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他的演讲稿 对不对 然后他的这个 老师很重要 他的出场呢 究竟 我看过一个镜头 就是当他要出场造势的时候 他的太太在后面是怎么样指导他 怎么讲话 怎么穿衣服 所以换句话讲 他们是透过了一个 好像一个产业链所训练出来 我就觉得马克宏 他好像从小的时候 在那个环境里面 结果变成总统 这个每一个产业都可以拿来分析 用这种同样方式 似乎可以复制出一个总统 我不知道啊 只是我觉得他很自然 又好像很不自然 对不对 所以这本书会让大家感兴趣 我觉得要培养那个 儿子的爸爸妈妈 你可以好好看这本书 真的 而且他会才艺 他会音乐 然后他在艺术文化的欣赏领域里面 他有一定的厚度 这个等于就是教育小孩的一本书 其实欧洲的政治人物 其实他们的产业分工很细的 对 就是各个行业 其实他们该扮演什么样角色的人做什么 就像你刚刚说 衣服是衣服 像其实明星有人事后 有人照顾他 提点他一样 政治人物其实也是这样 那这是管众人的事嘛 所以其实这样是好的 是对的 当然法国 我们刚刚说闷在那个地方 这个年轻小伙子出来 到底可以带 所以这个书 他的结构 我觉得设计的也很好 他先说他自己 我是谁 我是谁 我的家庭怎么样 然后我在哪里 然后法国 我们是谁 法国应该是怎么样的 他觉得这个美国 现在是世界吧 觉得他经济很强 他觉得这个 这个法国的最重要的 英国是海权 然后法国呢 他觉得是文化 以文化立国 对 所以文化其实是他们的荣耀 他们说 所以这个领袖呢 把自己定位好吧 把他认为的 我们的法国定位好 然后一路来谈土地啊 教育啊 整个社会啊 这整个 然后最后再回过来 告诉大家说 我小期待的法国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其实也是设计出来的 也是非常棒的 那他期待的法国 跟这个 就是 世界的这个竞赛当中的 法国的地位的校长之间 有什么样的吻合 跟有什么样的违和之处 其实他回来就说 他其实认为法国最强的 还是文化 其实某一种情况 他就告诉说 美国没文化 也许 对啊 相对的 相对 你知道用历史来讲 其实是这个样子嘛 他觉得英国也许在 侵略人家 是法国讲说爱 讲究包容 那其实这个是他觉得 有别于跟不同国家 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法国是一个 多民族的社会 他的移民非常多 而且他的非裔也非常多 对 他以前同志的 非裔的殖民 其实也很多 法国本土里头研究 然后加上法国有很多的观光客 所以你已经在法国的生活 你可以遇到各式各样的人 对 法国真的是一个比较 必须兼容并序 也比较包容的一个地方 那当然文化涵盖了这一切 来吸收来圈住这一群的人 在这里头生活 所以回过头来是 问题是说你没有办法繁荣 你没有办法进步 那怎么办 法国的荣耀在哪里 所以他就告诉大家 大家回过头来说 其实我们他唤起大家对法国的荣耀 事实上法国的科技 法国的这个产业 非常的强大 和核电 法国有这个幻香机 法国有这个非常好的 很好的跑车 很好的医疗 对 更别讲他有 当然大家认识是他的品牌 最近他跟了美国之间 为了那个科技税 他很厉害 他现在抽这个科技税 所以当欧洲的领袖 如果想要在世界当中 或者说他在本国的居民的地位 能够升高的时候 他自己锁定美国 作为竞争对手 所以他最近是 这个对于Google 这个Amazon 这些大型的Apple 这些公司 他抽税 然后美国人还跟他反制 那美国人反制是 这个川普就把什么红酒 这个品牌 这个大品牌来征税 那这一波当中 就显示出马克宏 是要让西部仔的美国文化 跟法国文化做一个对比 其实川普很伟大嘛 美国再次伟大 川普再次伟大 你看他的那个民调 最近又回来 他很强啊 他一天可以发 一百二几通的推特 吓死人了 可是周围一个 跟国际舞台要对抗的 的领袖 马克宏 其实他就回过头来 他会跟他的川普来对话 就跟他川普来对话 所以很多国际场合 他们是直接对谈 然后直接是对着骂的 甚至前一阵子 还有一个在酒会上的 闷闷的诗语 其实大家也在说川普 跟加拿大总理几个人 在说川普的这种 小话啦 其实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我们回来看欧洲 现在当然德国最大 经济也最强 可是美克尔即将下台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马克宏 所以德国的继任的总理 怎么样 其实并不清楚 可是马克宏看起来 如果他可以把法国稳定下来 其实他一定会是欧洲的明日之星 是欧洲的重要领袖 因为他现在的声量 其实就开始出来 以前法国没有那么大的声量 感觉起来是微微诺诺 顺应的一些作为或什么 可是现在马克宏看起来是要主导 当然也是因为他的强调变革 弹调荣耀 让他当选 也因为他强调变革谈调改变 让他现在其实面临着 执政以后的一些危机 因为坦白讲 理想蓝图跟实际要做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困难要去突破 他连改的问题 他环境的问题 他整个其实都会碰到这些问题 好 那他这本书 你希望我们的读者怎么样去 因为读者对于法国这个国家 他有一些某种想象 然后怎么样 你觉得读者可以从马克宏的经历当中 去看待一个政治人物应该有的特质吗 我们这个问题好像有点深奥的样子 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好 从马克宏的这本书变革的力量 我们回归到看政治人物的培养 跟政治人物的成长 那在台湾现在是一个选举的这个时刻 谈这个议题是有点这个敏感 可是我们有非常 我们也有政治人物啊 我们的政治人物里面也有人写书啊 那也有人他是从这个素人变成了这个市长 甚至于从默默无闻啊 17年的这个失业当中突然变高雄市长 那在我们的这个 总统的选举的这个 非常纷乱 而且缤纷的这个嘈杂声当中 如果我们要看变革的力量 我想请教一下 时报文化的出版的董事长赵正明先生 来告诉我们怎么样从变革的力量 来看到一些宁静的声音呢 对于台湾的 我讲的是年轻人哦 现在在政治上面他们可能有一些期待 的这个世代来讲 如何从马克宏经验里面找到自己 可以学习的方向呢 我觉得这本书有三点很特别啊 第一个当然我们刚刚说是人物 成长过程是一个激励 是看到他其实马克宏这样子的一个 39岁可以成为这么一个历史悠久古国的一个领袖 他到底是怎么 所以我觉得一个是人物传记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觉得其实还是他其实每一个地方 其实每一个地方提到的是跟台湾还是很多相像的 比如说贫穷的问题 社会不公平 这是这样子的问题 比如说产业没有发展出来 中央跟地方失衡的问题 然后这个有钱人跟没钱人 小孩没有办法好好发展 这种这些其实台湾也都有 程度也许不一样 可是都有 第三个事情我觉得其实看到的是一个 你要成为一个领袖的态度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bible 我觉得其实要写政治人物 写候选人的书 我其实在台湾没有看过台湾候选人写出一个这样的书 其实你只要照着他的模式这样子来做 我觉得是很好的 当年Coco是畅销书作家 我写了李德慧的前天 他那时候已经 他是接班之后 那个过程不是他本人 而是他的权力斗争里面的 这个survive生存的角色 可是我们台湾真的没有一本完整的 好好的完整 其实没有 候选人或是说一位总统的书 我们有些人写传记 写他怎么成长成长 就是强财小我 有些人写是白皮书 很政策 很硬 不太好看 大家读不太懂 可是这本书从小到大 从理性到感性 然后最重要的是他很好读 最重要的是他 读起来很容易 他要靠第一人称啊 用第一人称来学啊 这最重要 台湾的这个政治人物 有的时候想要 这个牛抱琵琶 这个还遮面 他不敢这个面对嘛 对不对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年轻的世代 如果是像现在只有三十几岁 或者说 因为我们台湾呢 在未来一定会出现 一定的 新的世代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政治人物 正在这个世代变革当中啊 那在台湾 类似这种 这个 是 有很好的训练 然后有阅读的能力 有思考的能力 然后有各种不同的领域上的 这种 就是涉猎的人 我们有这么好的 我的怀疑是 我们有这么好的 巴黎的政治学院吗 我对这个 我觉得政治学院对台湾 是非常大 是很大的 是很大 对不对 其实21世纪以来 其实科技 你看技术变化这么快 谁知道10年前 有这种手机 或是20年前 是这样的世代 网络是这样的世代 然后技术变化成这样 然后地球被招搭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绝对相信 未来领袖 一定就是40几岁 台湾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必须相信年轻人 问题是年轻人 其实怎么样 让这些老的 年轻的 都相信把票投给他 觉得年轻才是可靠 才是一个未来的希望寄托 可是马克宏告诉大家 在学校读 跟政治管理有关的事情 是有用的 当然 不是不找编辑的 可是在台湾 大家比较想 好像没有一个政治学校 对 没有一个领袖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各个政党 是不是要把那个 然后这是我的看法 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所谓的 这个系 那个系 好像没有办法 学校没有办法 这样的人 那所谓的这个巴黎的政治学院 会不会是未来 不管是 然后我们这样知道 郭董要成立一下 这个什么 私塾啊 这个学校 或者是国民党跟民进党 你们自己在培养政治人物里面 是不是应该也有一些学习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 至少我在看 马克宏的成长里面 我发现 马克宏的成长 是有客观因素在的 不是他主观的天生 那我们 他回来没那么好骗 对 我们这里呢 就习惯于说 这个人的人格特质很特别啦 比方 比方克文哲出来 是因为他是亚斯伯格啊 那个有魅力啊 或者是韩国瑜讲话比较好玩啊 或者什么 但事实上不是耶 而且其实这样子的领袖 会害了社会 对 他没有长久性嘛 因为我们选票不是一石头啊 所以马克宏里头 有一句话说的很好 他说政治人物 不应该给幸福的承诺 他觉得不是这样 政治人物应该是打造一个环境 让大家在那个环境里头 可以自力更生 自己寻找自己的幸福 所以政治人物 如果我们走开一时的表象 爽一下 投一个票 其实那不会是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的幸福 那政治人物的培养 不应该往红路线走 其实回过头来 如果有好好的教育体系 不管是功德或师德 其实你们都应该当老师去上课 这样子政治人物会选得好 国家 社会会幸福 我倒觉得 这个看这本书 对我来讲 它等于是一本教科书 这个其实我很想知道的是 马克宏的书单是什么 对不对 你知道哦 他的祖母教给他历史 教给他的历史 让他觉得对欧洲有骄傲感 对法国有骄傲感 那法国的历史 也从别人的角度来看 不见得很光荣啊 你们那个罗浮宫 也是抢人家东西来 也是 对不对 你们的拿破仑 从一时到二时 你们这个整个的 共和的变化里面 对有这么多 那可是呢 他却让法国这个 有中流砥柱的感觉 那他的书单很重要 书是他教学方式很重要 就是有历史感 历史一定要 对 文化一定要 对有文化感 文化一定要 然后其实就是回来 也许是经济 有方法 这些 然后他思考很重要 他为什么最后还在投资银行上班 这点我也觉得很奇怪 他他有学过金融吗 投资银行那一段没有很长 一年的时间 可是显然看起来 当时他年轻人可能是有犹豫 然后可是他投资银行 也是接触国际事务 他本来就说投资银行 说不想做政治了吗 想去发财了吗 没有特别想 他好像没有讲清楚 没有想 可是他其实也是国际事务 因为他那个投资银行 是跨国的业务在运作 所以其实也是关心国际的事情 他个人的特质 当然就是他外贸 有相当值得吸引力 这一点恐怕是未来政治上 尤其是一个印象时代 因为有特色就好 然后第二他口才很好 口才很好 然后他其实有勇气 纵使黄培兴运动 纵使他现在 他愿意出来面对大众讲话 没有幕僚 直接这种公民讲堂 类似这样子 然后上百个群众 他一个人对着大家 然后直接这样对话 直接对话 我觉得这个勇气 还是年轻人可观的地方 尽管坦白讲 年轻人有一些也许比较急躁 或者什么样子的地方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作为一个领袖 态度很重要 知识很重要 然后这个一个愿景的建构能力很重要 因为毕竟大家把投票给你 希望我们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他书最后其实有提到一个是说 我们希望成为有一个自豪的法国 没有恐惧的法国 我们希望有我们重回 重新持回我们的价值观 这一点我想起任何一个地区 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小字县民 小字国民 其实应该都是很想要 当然这是每一个国家的领袖 必须诉诸的口号 可是现在是一个世界平台 就是一个国际村的时代 比方他发展跟美国的关系 他发展跟中国的关系 他发展跟德国的关系 之间还是有一些 他还是有一些现实的妥协跟考量 对不对 因为法国曾经被德国打得很惨 对 所以法国跟德国当年就提掉一个 他们从世丑到 从世丑 他们现在他们像 法国上苏里头有提到 他觉得跟德国这个邻国 其实关系要修好 所以德语教育是在法国 他是用力推的 法文教育 法语教育在全世界是有 比如加拿大有法语区 非洲很多地方都是法语区 其实法语他们自己有一个 等于算不叫同盟 法语的共同的一个文化的推广 全世界其实都是这样 他们修德语 然后希望法国人跟德国人的关系 可以继续改善 他冲着美国川普对话 因为他觉得其实应该是 其实马克宏的概念 还是觉得应该是要和平 然后觉得应该是要包容 应该是比较全球化的概念 因为他其实是 因为川普现在比较保护主义 所以他觉得其实应该 他觉得中国 他其实他上任以后去中国 他第一的落战的是先看兵马俑 先到西安再到北京 然后他觉得中国其实也是必须要 去对应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回过头来看 马控他这个小伙子 这个年轻人 真的其实还是不容易 他这个当他这个写作的过程当中 他回顾了他自己的一生嘛 对不对 那这个是对一个人 想要成为一个人物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非常 我觉得他这个整本告诉大家 不管他未来的 会不会成为 这个更伟大的领袖啊 因为他们是可以连任 他可以连任 他可以连任 法国的选举 好像法国的总统 好像有任期限制吗 有任期限制 可是他可以当很久 对 他们呢 如果他要继续下去的话 他要非常知道他自己 他赤裸裸的面对他自己 然后他自己还重新的这个 思索了一下他自己 然后他会认为 自己不是天中一鸣 他是被培养出来的 我觉得这一点 这点很重要 就是我们节目 一开始的时候 介绍这本书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一个类似的 这样的祖母 或者说有一个这样的环境 然后对一位读书的孩子 他并不是 这个非常的 这个有名的学校毕业 其实就是个叛逆的小孩 从小跟老师谈恋爱 对不对 然后不认真念 不认识 不认识爸爸妈的话 一个有思想的人 一个有思想的人 然后他有阅读 他有自己的主张 然后他提出了一个 这样的国家愿情 然后他说要改革 法国才可以强大 然后他现在回过头来说 他真的开始改革了 现在他的关卡就是说 他这些改革力量 可不可以完成 那我们怎么观察呢 未来 其实我觉得 其实看法国 法国现在还是蛮多 法国现在还是国际领袖里头 蛮重要的版面 因为他的未来性比较强 他也有话 他有动作 你看现在英国 你看不出什么希望 他脱欧他们的主张 可是其实不知道会是怎么样 法国在现在国际领袖里头 马克宏是一个被全球瞩目的角度 那川普是把他当成敌人吗 还是有这个 川普没想到这个毛小智 我觉得川普应该是这样看吧 川普年纪应该是快他两倍了 对川普来讲 这个继续连任之后 可能就是政治生涯的高峰 可是对马克宏来讲 他有非常多的可能 川普还是有他厉害的地方 可是变革的力量 这本书让我惊奇的一点 就是他其实里面没有很多怪招 没有 你会觉得说 马克宏是怎么串起来的 你想看看他是不是有什么怪招 不是 他写的非常的 他写的非常的 平易进人 对 而且是按部就班 做一个有阅读能力 有思想有理念有信仰 然后但是他的选举计划是有规划 是有的 然后他戳中了法国人民的痛 对 小孩教育不公平 对 小孩贫穷不问题 有钱人跟没钱人 差距太大 差距很大 戳中了那个痛点 然后他提出了一个愿景 但是他可不可以 让法国再次伟大 你将来可能看他 会不会有下一本书 按照这样的写作的过程 他应该会有一个下一本书吗 就是看他有没有写作东西 非常谢谢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所出版的这本 非常有力的一本书 变革的力量 尤其是在我们的 台湾其实现在面临 不只是总统选举 而且台湾面临一个政治上的 世代革新的关键时刻里面 人才当然很重要 可是人才背后的客观 跟主观因素也很重要 给大家做参考了 谢谢 谢谢大家 这么好的一本书 推荐给各位 祝福大家今天愉快了 拜拜